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股实验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聊聊这五只股票 那在跟踪股票里面呢 我们给了一个思维逻辑 不知道大家能理解 如果说你能理解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你理解了什么 如果说不能理解 请你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 在这个五股实验里面 你还想去学到什么东西 需要我们讲到什么内容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到一个成交量的问题 成交量呢 我个人在大盘里面 判断是用阶梯式的成交量去判断 也就是说把成交量呢 划分成几个阶梯 当它进入这个阶梯的时候 我就会人为的给它定义 这个位置你要盘整 到了这个量的时候 这个位置你要下跌 上了这个台阶以后 你要上涨 个股我的操作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一个流通盘是十个亿的股票 它的平时最大的成交量 可以去到五个亿 最低的成交量可以去到五千万或者三千万 那么中间有个高频成交量 那么高频成交量 我们就给它做一个划分 也就是说从找到最高和最低 把它划分出三到四个等级的成交量 那么划分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看盘从此告别盲差的阶段 很简单 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当它的成交量跨到三千万以下的时候 那它就踏入到了反弹的定义里面 当这个成交量跨到一个亿的时候 跨到两个亿的时候 我们又会给它额外的定义 在这种定义之下 整个成交量就会给你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导 人家说你定的规则对还是不对呢 请你注意这一点 任何人炒股 除了这个看财务报表 看这种看这种实打实的数据 在分析这个层面里面 任何人分析任何人操作都是主观的 人家说这个量化交易不是主观 量化交易也是主观 因为你先主观的定义出了这套逻辑 才让电脑去跑 而不是电脑主动给你去做交易 不是 所以下单执行方面 它不是主观 但是这套逻辑本身就是主观的 所以呢 没有什么对与错 在这里面呢 我们再奉献大家一句 学习炒股啊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你自己的节奏掌握上对了 那么你就按着自己节奏去走 别人说你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的 你可以吸收 但不要去改变你的节奏 因为他们也是主观的 你也是主观的 大家都是主观的 要的就是思想的碰撞 但是你不能被别人的思想给夺走 好的思想我们要融合 但是自己的节奏永远永远不要乱 好 那么下面进入电脑的讲解 好 下面我们进行电脑的讲解 五股实验 看看五贵股票 当前他们的状态是什么 首先我们第一个看 苍州明珠 我们首先看苍州明珠 苍州明珠的第一个 在日线级别 它的状态是没有改变的 还是一个可以布局的信号 为什么呢 因为它曾经在这个位置 连续形成了一个下跌趋势 最终是进入到了一个盘整 并且在这个盘整的阶段 或者说在这个下跌里面 是走出一个极限的缩量 这个量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就是说这一天的量能 是前面几乎所有量能的最低点 这叫做极限缩量 那么打了这样一个信号出来以后 我们就有信心知道 这个位置它是一个相对的底部 所以苍州明珠 在这一段时间它没有到达4块04 但是我们看到了这股票它是一个布局的股票 在前面这一波横盘里面 苍州明珠是明显是走出了两个 避亏信号 那避亏信号呢 就是我们的识别啊 这股票由主力去刻意的去做一些信号 吸引散户进来 然后进行洗盘和震荡 然后再砸盘 再拉伸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苍州明珠它应该还处于一个布局的过程 短期的一个爆发力啊 应该还不是很足 就是做这种股票呢 你没有个三个月五个月 是很难等到一波急速的上涨 它会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什么叫布局啊 可能有的人说布局就是这两天买入 过两天涨 这种理解是错的 布局就是一个中长线的布局 操作就是短线的操作 现在可以操作 现在不可以操作 操作是短线的交易 那长州明珠呢 我们看周线图啊 周线图在目前而言啊 它的周线流行线没有变 并且啊 周线是处于震荡状态 震荡状态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一些平台的支撑 像这些支撑 像这一些